好,回到節目最後一部份,李柱銘就差點被人想過了 大家想聽一下容穩,對這件事的看法 我那天立刻打給他,看完南華早報,你知不知道? 我說白,你真是,嘩,現在才爆這件事出來 我打給他,我慰問他,他說,唉,我們有什麼所謂,我們相信耶穌 我們上天堂,我們哪想這些啊,真是好事啊 但我想問你好幾個問題,第一件事就是,以我們對中共的判斷 一路暗殺就不是他們的傳統來的,是不是這樣理解法? 暗殺?都做不少的了,做過,顧順章的家 顧順章那個就不是暗殺,他是明殺,大哥一家 全家幫他滅門,主持人就是五號,周恩來 他有親手做的,有親手做的 所有這些極權子餘者都喜歡搞政治暗殺的 但是共產黨在建政之後,就不出去暗殺,是明殺 一個反右,死了多少人呢?一個三面紅旗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死了多少人呢? 一個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呢?任他講 官方的數字,文革,加這個,所謂大躍進,都死了五千萬了,是嗎? 那這五千萬裏面,是因為他錯誤的政策,說得好聽些,好像用程祥的說法 就是實驗共產主義付出的人命代價,但實際上來講,都是等於共產黨殺人,是嗎? 在文革期間,三反五反,鬥地主,所有這些,是嗎? 喂,共產黨怎會沒有殺人呢?是嗎? 有明殺,有暗殺,六四人就有明理,是嗎? 國民黨呢,都很多單,是嗎? 文一多,文一多,其實很多單的了 到這個,就是去了台灣之後,都做單單江南安在美國,是嗎? 所以,民主國家,都做暗殺的,CIA,是嗎? 有啦 特務機構,情治機關,是嗎? 或者制裁那些間諜,是嗎? 或者制裁那些叛徒,是嗎? 或者設計去暗殺他國的領導人, 等等,也有啦,是嗎? 但是,因為言論,因為政見不同而被人暗殺,在民主國家就真的很少 南韓未民主的時候,都試過金大宗,朴勝熙, 金大宗被人暗殺很多次,不死得嘛 但是,為什麼要暗殺李柱銘呢? 李柱銘呢,他就說得很好的,他不認為共產黨會做這件事,對不對? 李柱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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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抓了一個Hitman,叫做,内地人,有一支掌心植 前日有記者問我,我就說,你查一下資料去年8月中,好像有一宗搜到有槍的,我估計可能就是這一宗。 當然是副紙登了,油麻地 我禮拜六講的時候,還沒登,我看到南華早報之後,有記者問我 我忽然想起,叫人上網查一下,果然,但真的有一宗這樣的事 這宗是否屬於你署名的那宗呢? 結果查證就是這宗,鄧景成後來也有回應,他沒有說不是 他只是說我們要盡力去破案,不容許這些事情發生諸如此類等等 但這件事要等法庭審訊的時候,可能就會比較清楚 但我自己看,就算你現在說有一個香港的同謀 憑我們對這件事的經驗,多數都不會是直接的主路 這麼簡單 原來我們被人逼你封咪,隔幾重人 另外一個問題就比較直接的,除了李川明之外,你自己本人有沒有受到這類的威嚇? 其實威嚇就很多 當然有的 叫你撲街死啊,小心啊 出街小心點 我們出街小心點啊 我當時2007.1遊行之後 2003年遊行之後 最多那些信一答 有些我拿給警方 有些是沒有的 有些太離譜的拿給警方 恐嚇你的家人等等 我們有個態度就是覺得,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你想怎樣呢? 如果一個政黨,一個政權 控制國家機器,控制軍警特 他要殺一個人 意如反將 真是很容易的 你找多少保鏢都沒有用的 他要殺你 你走到哪裏 所以 真是是福不是禍 是禍躲不過 所以他們採取的是相對比較卑鄙的手段 想想想想 恐嚇你家人 打無厘頭電話 各樣 他要令人的意志受到驚嚇 特別是對你家人 所以當年 這個一周刊派兩個記者 真是三藩市要去我家裡 以及找我小孩子的時候 讀high school 要去拍照,要去訪問 我就覺得 真是很難接受 當時我 即是 有一段時間人間蒸發 其實事後 即是我的 那些老友都很清楚 我在 鄭慶漢封咪之後 這個人不夠意氣 你封咪你告訴我 那我就 紅一聲 帶錄音帶他就收工了 去了加拿大 去先 他先 去了溫哥華 然後萬條斯理回來 然後就籌備了選舉 他那些計算 沒得頂了 那我呢 就跟我監製講得很清楚 他就把請假信給他 遞給余珍 不是好像他們 後面說什麼 棄夾彌兵 大哥 還有 我只要不做節目 應該就沒什麼事 但我們都要人間蒸發 大家來玩一下 是不是 如果不是 那些震撼性 怎麼會大呢 怎麼會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說我們那件事 怎麼會美國國務院 又說我們那件事 怎麼會英國外交背後問呢 是吧 那說他難聽 也要補回一條命才是吧 是吧 是這個意思 是吧 即是現在時候 看回這些恐怖 即是 怎麼會沒有啊 大陸 看你自己怎麼處理 那你自己 有時面對這些 有時會不會都 即是覺得 有時都會